我是07号,是个机器人 再次接到粉丝的视频投稿 问道,07号,晚秋昨天更新视频了 它是要回归了吗? 紧接着我在网上便开始了查询 首先这个视频的确是晚秋昨天发的 播放量也是高达十几万 不过视频封面上写着两个字 库存,啥意思呢? 说明这个视频的素材都是晚秋之前打的 直到昨天才发了出来 再看一眼评论区,清一色都是在问 晚秋,你去哪了? 看到这句话,我心里有点难过 晚秋,无止恐怖生法创始人 它曾代表着一个时代 在那个美化包科技还没泛滥的时代 晚秋靠着它的五指抖平生法 在网络上爆火 在当时呢,只要是晚秋发的视频 短短几个小时就可以播放量破百万 简直就是神一样的存在 直到现在,晚秋游戏里的操作 也没有多少人可以打得出来 晚秋这么有特色,有热度 本应该坐在电脑前,为粉丝带来欢乐 但是呢,他却没有选择做游戏主播 更奇怪的是,在晚秋热度最高的时候 竟然选择了退网 几个月甚至一年才发了一个视频 那么关于晚秋退网的原因呢 网上一直都是这么说的 说晚秋的身体不好 后来呢,迫于生活的压力 就进场打螺丝了 翻阅晚秋的视频 7月17号发的视频里 标题就写着 起床打螺丝 看来晚秋进场打螺丝这件事呢 应该是真的 如今的网络科技泛滥 大大小小的主播搞剧本 炒作不断 像晚秋这样 一直做自己不忘初心的游戏主播 真的是越来越少 且行且珍惜吧 视频最后呢 祝晚秋越来越好 加油 好了好了 我是07号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